它的主要的功效 一个就是说 它有补虚 服弱 就是对于虚弱体质的人 它可以达到一个 就是补义的作用 增强体质的作用 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治疗的作用 就是对于一些慢性疾病 它可以达到一个 促使疾病康复的这样的作用 再就是在脑连人中间 它可以起到一个 抗衰脑延连一寿的作用 再就是在女性的中间 通过这个高峰的调理 调理她的气血 疏通她的干气 就达到一个 皱眼美容的这个作用 再在这个小孩中间 比如说一些 体质比较虚弱的 酒壳的 再就是厌食的 或者贫血的这种小孩 它可以达到一个 就是